还是应该是做安全球 哎哟危险 这个球 这个红球啊 在回弹的时候呢 再次撞击了这个母球 这球呢 沃敦云不敢打太薄 对 因为他怕打薄也怕摔带 对 这样的话 机会就漏给了马克金 不过现在对于马克金来讲啊 比较头疼的事情是 怎么样将这个粉球 或者呢是这个粉红球啊 黑球或者粉红球 怎么样将它归位 这是最难的 当然如果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不得已也是只能围绕着这个五分球来得分 好 一酷弹起来 我们看一下母球的力量 应该是小了 如果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就比较理想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过渡一下啊 好 从三分四分穿越 看一下母球的落点 好像不是很理想 好像是差到极点 对 好像不理想 好 打最边上的那一颗 OK 结果呢 好像是打厚了 今天的马克金啊 真的是十五平平啊 从他刚才那一干不加思索就把球队炸开 嗯 我觉得他自己对这个比赛的求生欲望也不是很强烈 对 尤其是比赛进行到现在啊 他是一比四落后 嗯 我觉得他连这个 斗志也输了 对 不光是输了球技 好像有点放弃的那种念头 好 就是打的不够沉着 但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嗯 这个马克金的情绪就很很大 嗯 第三局结束的时候 他不是扔过一次巧克吗 对对对对 这个情绪很不稳定 今天的 其实没有必要这样 对 你越是这样的 往往越让这个对手 找到你的破绽 你说这项运动呢 他毕竟不是拳击 对 这个心态的平稳是非常重要的 好 沃顿呢 这个肝不够长 拿了一个小短棒 还好 I love him 现在再看一下这个 母球的角度啊 去找这个黑球 好 要选择一个轻推 嗯 非常漂亮 这个位置可以继续的叫到了七分球 那么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我们看到 亨特利呢 和这个坎贝尔的比分呢 咬得非常的紧 啊 亨特利现在还是 在总的局分上是2比4落后 对 但是在第七局当中呢 现在亨特利上手了 对 那么是42 比50 暂时落后 嗯 那么 而在另外一张球台呢 我们中国香港的选手 附加俊呢 是和这个英国选手啊 老将 Nigel Bourne 战成了3比3平 而 另外一位年轻的小将 李延 和Ren Day呢 也是 战到了3比3平 我想今天的 这四局球 以现在的状态来看 最早结束的 应该是我们现在 为您现场直播的 这个1号球台 对 这个Rick Warden 对Mark King的比赛 荣威上海大师赛啊 上届冠军 嗯 这个 沃顿呢 其实按照排名以及实力呢 肯定是不如马克金 对 我们听到的掌声呢 是来自于亨特利的手台啊 对 相信观众呢 都是在为他鼓掌 因为确实 这个亨特利呢 在中国参加比赛多年 拥有广大的台球爱好 粉丝 如果把一个球员 比做一支球队的话 这个亨特利在中国的 这个球迷心中的影响力 就相当于AC米兰对 嗯 是一个非常 就是被伴随着 中国球迷成长的这么一个人 可以从观众的掌声里面 感觉出来 观众是 极其不愿意看到他啊 落败啊 这个亨特利现在是连追三驱 好 3比4 3比4啊 已经又追回来了 说话之间 波顿呢 已经是60比13 67比13 对 超分 高分了 也就是说没有问题 好 马克金放弃了 嗯 这场比赛呢 上阶的外面冠军 这个Rick Walden 就是以4比1 5比1 战胜了这个Mark King 那我们也是恭喜外面冠军 今天在现场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啊